落河堂比你帅 推 这个落河堂 逼 你知道吗 我好嘴上大 八八一个 快给我比 那 我觉得谁是给你一个 还有 秦小贤坑完队长坑妈妈 连师傅都不放管 看得出来是不准备回家了 从来没有 一个女朋友没见过家长的 所以我每个女朋友都见过家长 所以你不要再见了 因为你见了都分手了 你以后就别让他 有道理 我妈的问题是吧 我妈的问题 我实事求是的告诉大家 我对声音很明白 咱们是这个逻辑 他声音很好听 但他长得跟我跟我师父 我肯定不会喜欢他 谁体在外把人都和和完了 还得时刻来给人家还唱 北京的时候 被他们德云社的人折磨惨了 哥 结账 结账 买一下单 你刚买单 师弟的债是哥要还的是吗 没错 做个谈来 这个 少这儿少这儿 多少钱 少过了 你要不然送个你为了哥哥 你给杨皮哥道个歉 你跟我错了 要不怎么说你们是母子呢 预测到了儿子会坑自己 所以提前下手了 天相也是被我妈骗 真假的 真的真的 为什么 一开始我以为我学的是影视表演 所有的电视剧 电影啊 男子角 都想着自己 就是哇 你说你就是他呀 就是他呀 到了前一天晚上 我才告诉你 觉得是相声 觉得是相声 看到男女主角面试的时候 说让你飞一抱太多 对 现在后悔吗 也不能总说后悔 也没有在这儿说后悔 三哥本来说的就不是我 你这是把自己心里话说出来了吧 听说你觉得某云字科的演员 就是靠着入门早 资历老 再混日子 是这样吗 有点过于严重了 这个问题 三哥 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你 我说的不是三哥 是烧饼 秦潇贤是他妈的黑粉头子实水辣 不过他能活这么大不容易 我做饭确实难吃了 太难吃了 那不是人吃了 我妈学了可乐鸡翅 我到现在来 早上可乐鸡翅 中午可乐鸡翅 十五天前可乐鸡翅 我过年的时候也点白妈 因为我妈妈做饭实在是太难吃了 你有想过我们家过年的时候 点的是家户吗 我妈和各位家特别奇怪的喜欢 奇怪的喜欢 你不想到回家了吗 可以改名叫秦大胆了 持兄弟全得断 一点后路不给自己聊 小金金能有什么坏心思呢 想开师傅的表情是什么样罢了 这我知道 灵魂提取器 我曾想过 跟我师傅玩这个 我师傅看书的时候 我走到后面 直播会不会有那个表情 表情 就想问问 你俩跑着来说相声 还是准备风箱的 钢签 这已经烤串的上演 谁 钢签啊 钢签 简称吗 你弄得到 对不对 钢签 甲 钢签 郭宇 我拿到那里前钢签 我笑多几年钢签